218 東方日報2,000美元有商戶比料製假卡 2015年7月15日港民A18警方倒破村屋假卡工場 揭發不法分子以每張2,000元代價 向不法商戶收購客戶信用家資料 加工製成假卡 然後分發青少年車手出街掃貨 主要以手機、手錶和相機為主 然後再轉售套現逃離 大埔警區犯黑組探員昨日採取行動 在粉嶺及上水區報兩名而有黑幫背景的90後男子 檢獲沙七張假卡及一批制假卡工具 其中一名被捕男子,遭大署調查 李立揚四,大埔警區犯三合會行動組早前接獲宣布 獲釋有人將村屋住所逼作假卡工場 將一批從內地取得的空白卡 以及在香港取得信用卡客戶資料 加工製成假卡 然後交由車手購物逃離 警方經深入調查 鎖定兩名目標人物,於作辰狗時許採取行動 分別掩置粉嶺高步穿及上水採員 在目標人物出現時,即上前拘捕 涉判兩男分別姓廖 21歲,及姓黃 23歲,分別報稱模業及任職銷售員 兩人而有黑社會背景 涉嫌管有可用作製造虛假文書的設備被捕 黃寧涉嫌管有虛假文書 警方搜查村屋和上水一單位 共檢獲沙七張假信用卡 小量現金、智能電話、手錶、記憶卡 一部打印機、兩部電腦、兩部讀卡器及一部製卡器 另外,警方亦檢獲不屬於疑犯的猶卡 將會檢驗是否偽造 警方展示檢獲的假卡及製卡工具 靠電子產品轉售套現具色、假卡集團利用俗稱老鼠仔的食肆或店舖的前線員工 以每張兩千元代價度取顧客的信用卡資料 再經過電腦處理後製成仿真度極高的假卡 並招攬一批十五至二十歲的車手 在全港多間商店掃貨 以手提電話、相機及手錶為目標 然後轉售二手市場套現 主腦會與車手八二分賬 因為假卡仿真度高 故車手往往能輕易得手 警方正追查車手及老鼠仔的身份 不排除有學生參與其中 警方暫未接到商鋪收到假卡的投訴 涉判金額仍有待調查 警方暫未接到商鋪收到公司